我嘴唇還在 我看 只要是我跟一個人做的好東西 一定都是超好用的 因為我這個人喔 爛的東西我覺得不會再用第二次 而且又丟我老遠的 其實這個叫龜蜜唇膏 就是玫瑰的龜 然後唇蜜的蜜 就是龜蜜膏 這個它的名字很長 它叫做粉樣膠點潤紅度 之前啊 有人在擦的時候呢 會有一些疑問 就是說為什麼每個人的顏色不太一樣 但因為每個人的體溫跟每個人的PH值還有高水度 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譬如說我擦 跟我老公擦顏色就不一樣 就每個人的情況不同 每個人的體質不同 現在呢 我來擦這個給你們看 就是我先擦一下 它是像油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這樣這樣 擦上去它就會有點油 在上面這樣 然後再給它這樣這個 我跟你講這隻 你可以疊在任何的唇膏上面 超級顯 就是超級保濕 然後唇紋立刻消失 然後我睡前都會塗很厚 因為我都是 你知道我以前是睡到一半 都會去摸床頭櫃 找護唇膏再補的人 但現在就不用這樣做 連連的我覺得還好 然後它會有一些嘟嘟唇的感覺 不是連的 就是它不會覺得不舒服 因為有的會 上下會張住 你就覺得不舒服 然後裡面有那個維生素 尼跟玫瑰筋 所以它等一下就是 它就是香香的感覺 你一上去你就覺得香香油 香就不得了 啊 很多人說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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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好 是真的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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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好不好 所以這個裡面就是有甜性人油 然後還有就是維生素 那晚上可以使用嗎 這個20 這兩隻24小時都可以使用 也會色素沉澱嗎 喔不會 它就是幫你消除色素沉澱 喔 哇我腦裡面的大師 像我是一個很容易黑的人 所以嘴唇也很OK 再加上 我很喜歡擦很多唇膏 對 其實我很怕色素沉澱這件事情 你知道這件很好的好處就是 我真的覺得它附著力好強 你看我像大師披薩它還在 嗯 我嘴唇還在 你看 如果我這樣吃它會還在 你睡覺的時候它會不在嗎 對啊 是不是可以看到我嘴唇的光澤 欸這不是油喔 這個不是披薩的油喔 這個不是披薩的油喔 這個是我剛剛擦的那個 保養的唇油 剛剛戴口罩擦到下班都沒掉 口罩都不會沾掉 沒錯我會跟你說對了 它就是這樣它好神奇喔 這個好想它 你知道 我以前 一隻護唇膏 天天要拿在手上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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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到我就好 焦慮喔 因為我一直覺得我擦一下它就不見 擦一下它就不見 可是這一隻 很像什麼你知道 很像保鮮膜一樣 它會這樣整個封住 你就覺得 這是好神奇 對 附著力很好 你知道我以前買這個護唇膏 我還在飛機上買 我還在機場買 我買多大的牌子 一隻六七百塊錢 我都有在用 根本沒用 而且很多護唇膏 十分鐘後 一點都不保鮮 你知道像我這隻都會疊在那個 我其他的唇膏 比如說我工作要擦一些唇膏 那我就這樣子 塗在外面 它就整個像瘋膜一樣 超自然的 結果看到九層的油還在 光有很好 但你剛剛看得到吧 剛才發現買來這邊 沒有用的護唇膏了 我真心的跟你們講 安妮真心是不是好用 超好用 不好用 我隨便你們 你看我吃完了 我還喝了水 你看我那個 保養油 是不是都還在 超強 我真心覺得它 就是很忠誠 你一旦擦上它 它就會跟著你 然後不會輕易的離開你 是好事 懂的是嗎 我以前擦護唇膏 我都會很輕 就是擦完那個像美茶 然後我試過各式各樣各款的 從屈城市 康世美 7mark 全部 然後到各大免費 只要他們跟我說 這副唇膏超好用 我就會買了 如果是便宜的不好用 我也就認 因為它便宜 但如果是貴的又不好用 我就會很生氣 然後 當我第一次用的時候 我 欸我是先用真實歸立高 因為我就想說 聽說很厲害 到底來看到有多厲害 擦上去之後呢 我沒有再補過了 我真沒有嚇到 因為 我本身也算是一個吃貨 我蠻會吃的 所以大家也有看上去 我今天這樣吃 可是它都不離不棄耶 怎麼吃它都還在耶 然後我就覺得 嗯 目前都買錯了 但沒關係 我吃錯能改 然後我現在就是用它 如果你是白天擦出門 回到家 晚上要洗一遍的時候 那你就一起卸妝 這樣叫我是嗎 那你如果是 都卸完妝都洗完臉 然後要去睡覺的時候 你把當作是保養的時候 你隔天起來 可以不用卸 這樣叫我是嗎 就是就是ok 破唇到是真的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沒有把嘴唇的 這個 保濕度 就像你的臉沒有保濕的話 它很容易就會均裂暗沉 就是 剛剛有人提到的 就是兩個臉孕費 所以你可以找你的閨蜜一起買 好嗎 我個人就是直接 兩組放在家裡面 囤貨的意思 對 這種東西就是生活必需品 買十足都可以 對啊純粹 這是不是很適合 就囤貨 雨昕你訂好啦 好啊 不會讓你有失望了 這你會喜歡的 相信我 脫口可以再上去 可以可以可以再殺這隻鬼迷糕 厲害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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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